新加坡不乏标榜着地方特色的老餐馆 但是本地的年轻人却不愿意从事餐饮业 要维持古早味并且是代代相传到第四代的餐馆并不多 本地一家有近百年历史的新华菜馆 不仅由第三代的三兄弟共同经营 更由第四代二十多岁的接班人加入 让家族生意充满着热情和活力 今天的我家传什么 我们带你去看看家族生意能够代代相传的秘诀是什么 新华来自中国的哪个省份 福建 新华菜最著名的是什么 海鲜 新华语怎么说 肉饼 海鲜 鲁面要做好吃的关键是什么 面要自己准备 爱心 觉得自己工作上哪个地方表现最好 我每次笑还有煮菜笑 跟他一样每次笑 菜馆传承到第四代 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 要保留这个传统 给人吃新华菜 要有热情 好 结束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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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个角色比我老 看到这两个角色就想到父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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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还是有那个兴趣 我在厨房煮了两到三年了 所以会比较专业 因为我们的厨房是开门 所以很多客户就看到有年轻的煮 然后他们觉得这个品牌 会继续为年轻的年轻 新华菜是家乡菜 不说有什么 螃蟹 海鲜 什么龙虾 以前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来的 他们是自己养的那些海粒 紫菜 做白菜还有草莓粉 啦啦 麻椒鱼 还有那个芥朗豆皮 芥朗豆皮也是 看起来很容易 本来也是很多功能 因为那个豆皮是我们服务员自己做的 外面要脆 里面要暖 所以吃起来比较有口感 新加坡我们煮的花壳又不一样 他们在中国普天 他们炒的花壳是没有放辣椒的 我们的店卖的是有放辣椒 因为比较适合给新加坡的人口味 对啊 对啊 欢迎 欢迎 很多顾客都回来说 我从小就吃到大 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带我来吃 现在我带我儿子来吃 现在我儿子也带孙子来吃 所以我听了也是很高兴 所以一带船一船 这边很多东西都是有麻辣的味道 所以会常常来吃 我老爸是三轮车来的 我们也是新华人 我每次我爸爸到晚餐的时候 他带我去吃那个卤面 差不多60年了 厨房后方有一块小空间 第三代家族成员何金德 每天在这里制作手工卤面 古早味从第一代飘香至今90年 不仅是店里的招牌菜 也是凝结家族精神的食粮 周末客人多时 每天可以做到 近百公斤重的面条 是我的父亲 他以前教我的 累积他的经验 给他有油分 散开打凉 他就不会有那种刺透感 比较有QQ的感觉 他吃起来比较爽口 靠自己的经验 最要紧是用心去做 因为人家吃得开心 他就做得好就好了 我们的卤面是白卤面 跟附近的卤面是不一样 附近的卤面是黑色的 面是煮了 烫熟了 烫烧了 就淋那个汁 跟放那个料在上面 但是我们的卤面 是在窝里面煮的 像猪草这样煮 27岁第四代成员何银杰 大学和哥哥何伟明一样 都主修商业管理 在外工作两年后 疫情时回餐馆帮忙 负责店面运作和服务顾客 当周围的朋友 在周末聚会放松时 却是他工作最忙的时候 但他始终保持笑容 跟妈妈学来会很开心 要笑容 然后有些顾客会 祝我们 你们做工很开心 然后客人来吃的也开心 所以我开心 第四代投入家族生意后 帮忙餐馆开发 线上线下数码相关技术 不仅让老餐馆迎头赶上数码趋势 也从家族生意中学习成长 我认为你必须要学习 因为在学校学习的东西非常难以 但在餐厅 我们可以习惯 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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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是100%的习惯习惯 如果在工作 你能习惯习惯习惯 我们不一定要带新东西进来 我是觉得可以保持传统的味道 还可以留住传统的味道 就很好了 我们是比较新加坡人的味道 因为有世代 如果可以的话 就希望第三代也是可以接受 我现在没有 1 2 3 家庭团结 团结 觉得他有没有做到 没有 我很高兴 有这个车 傅